今天是為AMD很大的天 其實是為了所有玩家的玩家、影片創作者、 所有人都愛高效率的操作者 在2017年AMD發布了第一代Zen架構的Ryzen處理器 很多玩家也因此鼓吹著AMD YES的口號 而在2019年 Zen2架構的第三代Ryzen處理器 首次將16核心下放到消費級平台 更是讓人感覺到當時K8時代的AMD似乎回來了 時間來到了2020年11月 記憶全新Zen3架構的Ryzen 5000系列處理器 更是做到了性能全面碾壓有創的地步 甚至在柳上最近新發布的11代處理器 也完全無法撼動Ryzen 5000系列強悍的性能 但今天的主題並不是Ryzen 5000處理器 而是我手中的這顆Ryzen 53600 除了Ryzen 5000系列處理器的性能十分的強悍 但高昂的售價已經過緣嚴重了短缺 想用一個比較合理的價格去組建一台Ryzen 5000的遊戲主機 還是挺困難的一件事 而更不用說在如今顯卡一卡難求的時期 一台不錯的遊戲主機性能 比起以往的售價更是高了不少 但如果說你今天搞到了一張價格還不錯的顯卡 卻由於預算的需求 沒辦法用上最新的Ryzen 5000系列處理器 那麽這款已經發布快2年的Ryzen 53600 是否還能滿足如今的遊戲性能需求呢? Ryzen 53600基於Zen 2架構 Type-Z 7nm工藝打造 6核心12層放在如今的主流配置 其實還是挺足夠的 唯獨就是頻率的部分稍微低了那麽一點 但是用完應付如今的遊戲還算是非常足夠的 當然啦 這時候可能會不少人說1040mm F8不香嗎? 各位且別著急 等我慢慢擋來 雖然說帶一個3600 隨便一片B450主板就不行了 但考慮到AM4平台的升級周期非常長 為了方便以後升級Ryzen 5000處理器 甚至是之後或許會推出的Zen 3家架構處理器 這次搭配的主板是華碩的TUF GAMING B550M Plus 價格也算是符合搭配3600的選擇 而且日後就算要升級到5800X也是完全沒問題 還能滿足5800X和記憶體內存的超頻需求 因此知道為什麽不選擇10400F了嗎? 說到記憶體內存 這次選擇的是支起晃光局16GB DDR4-3600套條 作為1等1的燈光記憶體內存 選它的原因就不用多說了 硬盤選擇的是來自三星OEM的PM981A 512GB 雖然說B550是支持PCIe 4.0固態 但是PCIe 4.0固態的價格普遍還是比較貴的 而且大多數的遊戲玩家對PCIe 4.0的速度需求也不是非常高 所以選擇了性價比比較高的PCIe 3.0固態 竟然是一邊介紹硬件一邊演示裝機 那麽先介紹這次的機箱 機箱是九州風神的魔方110MATF機箱 採用了免螺絲開啟的玻璃側板 並且也進行了防掉落的設計 減少了玻璃側板摔破的風險 電源也是來自九州風神新推出的DQ850M850W 金牌全模組電源 全日系電容並且提供了10年的保修 用來帶高端空氣卡也不是什麽問題 雖然說3600搭配原產散熱已經算是足夠使用了 但是這次還是直接選擇了240水冷 畢竟延遲第一,性能第二嘛 所以這次也搭配了來自九州風神的 全冰L240ARGP25G的 不過怎麽感覺好像沒有風扇呢? 那也是因爲延遲第一的關係 機箱內包括冷排都更換成了 九州風神的MF120GT ARGP風扇 最後就來到了我們的空氣顯卡 來自華碩的TUF6700STO12G 之前已經有評測過了 有興趣想要了解的也可以去看一下 最終完成了所有的組裝 當然也少不了絲膜 呃,絲膜? 等等 那個240水冷頭底座已經絲膜了嗎? 原來已經絲了 那麽最終在撕開了玻璃側板的膜後 就完成了這台遊戲主機的組裝 最後也少不了點亮來看看 完成了裝機首先來跑個分看看 在開啟了默認PBO CPU-Z的多核分數為4015分 單核分數為501分 接著來看看Cinebench R20 多核分數為3408分 單核分數則是478分 然後是最新的Cinebench R23 多核分數是8696分 單核分數為1231分 從CPU的理論性能跑分來看 和流星的Ryze 5000 還是有明顯的差距 那會不會影響遊戲性能的表現呢? 接著來看看3DMark跑分 在Timespy和Timespy Extreme里 3600的CPU物理性能分為7166分 和3260分 而6700XT的突襲性能分則是 12151分和5636分 不過畢竟還是個跑分軟件 最終還是要看看實際的遊戲表現 由於時間的關係 以及CPU性能在2K分辨率下的影響會更少 所以遊戲測試只進行了1080P減電率 在網友CS4中的表現 3600搭配6700XT在1080P的表現裡 可以達到平均428幀 然後是DOTA 2 1080P可以跑到平均180幀 接著是絕地求生 1680P上級式畫質下可以維持平均175幀 不過這幾個畢竟都是網友 而且也不算是新遊戲了 3600一直以來都能夠流暢運行 所以表現自然就不在滑下 接著來進行近期兩款新遊戲的貢獻 首先是賽博本科2077 1080P全最高畫質平均為86幀 然後是控制 同樣也是1080P全最高畫質 可以獲得平均106幀 最終幻想15 1080P高畫質為止在120幀 最後是古目立影暗影 1080P最高畫質獲得平均123幀 看完了遊戲測試 其實3600要用來應付如今的遊戲 還是沒什麽太大的問題 再加上AM4平台特別長壽的優點 只要主板本身條件不太差 日後的生機空間還是有不少的 對於目前不想要入手價格較高的 Ryzen 5000處理器 選個3600來過渡也還算可以 不過你要是覺得今天的視頻就只是這樣 那你就錯了 看到這裡 各位是否有發現這套平台的特殊之處呢? 那就是3A平台 採用了AMD自家的處理器 主板晶片以及圖形顯卡 而且在6700ST的線上發布會 AMD也正式宣布基於 Zen 2架構的Ryzen 3000系列處理器 也將獲得Smart Access Memory的技術支持 從而提升多一些遊戲性能 不過到目前為止 各家主板廠家似乎都沒有正式推出 相對應的BIOS更新 而或許會不會是已經悄悄更新了BIOS 只是沒有正式宣布呢? 為了驗證這個部分 我也將TUF B550M Plus更新到了最新的BIOS 然後將Resizer Bar功能給打開 最後再次跑3DMark來驗證我們的猜想 結果跑分還真的有提升了 為了避免跑分誤差 我還進行了多幾次跑分測試 結果都是一樣的 Zen 2架構的Ryzen 3000處理器 是已經能支持自家的Smart Access Memory技術了 當然只是跑分又有什麼意思 實際的遊戲性能提升才是最重要的 這裡放給各位對比一下 只是這3A機械加成 似乎只針對部分遊戲有一些提升 而絕大部分的遊戲都沒有什麼實質性的性能差別 這或許是受制於 Zen 2架構沒有完全支持Smart Access Memory的技術條件 因此只能在部分的新遊戲有一點點的提升幅度 不過你們又以為這次的視頻就這樣結束了嗎 還記得我之前給各位分享的CPR2教程嗎 這顆Ryzen 53600在開啟的PBO後的頻率表現 還是相對保守了一些 而我又給它換上了240水冷 散熱本來就不差 跑完30分鐘的FPU加GPU雙烤 CPU溫度已經81度左右了 這樣的條件不拿來折騰一下就對不起自己了 於是我使用了CPR2.1RC2來實現更好的單核表現 通過我的實測 這顆3600能夠達到PS模式1.4V 4.35GHz P2模式1.35V 4.3GHz 以及PE模式1.275V 4.2GHz 通過結合Smart Access Memory的技術加持 在3DMark Time Spy甚至有明顯的提升 而在實際的遊戲表現裡 擁有比較明顯提升的遊戲還是比較少的 當然這或許是因為BIOS更新還不夠完善 可以期待一下日後的BIOS更新 能夠對Smart Access Memory的技術有更好的優化 最終我也進行了FPU加GPU雙烤 溫度還是和之前PPU模式差不多 可以說是免費獲得額外的性能 又不增加任何的散熱壓力 而且如果你的3600體質更加好 那麼發揮的空間也會更大 雖然3600是一款已經發布快2年的處理器了 但是得利於當時前衛的架構和供應製程 加上AMD一直以來較高的可玩性 即便已經是2021年 Ryzen 5000系列飛躍的性能提升 以及隔壁Intel 10代CPU的降價 讓Ryzen 3000系列處理器的選購價值變少了 但對於處理器本身的預算比較有限制 計劃想要在日後升級到Ryzen 5000系列 甚至是之後的Zen 3家 3600仍然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當然啦 其實目前最重要的是你得買得到一張顯卡是吧 那麼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內容了 如果覺得這期影片對你有所幫助 別忘了點贊 評論 分享 支持一下 另外新觀眾也別忘了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也歡迎加入頻道的付費會員計劃 每個月都會有付費會員的專屬直播教學 又或者可以到BuyMe or Coffee 或通過Tachian GoWater大賞支持我 覺得這次影片易遊微信的朋友 還能到我的Discord群組來一同交流? 除了有更多第一時間的數碼科技內容分享以外 有裝機需求的建議也能夠到那裡取求幫助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為止了 我是來自馬來西亞的Kenny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期影片見